我经常举的例子像玫瑰 送玫瑰的例子 你要打动一个女孩子的心 一次送999朵玫瑰头号式的送法 即使打动了也靠不住 但是你如果一天送一朵 送999天那绝对能打动 哎呀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 物存对血管的影响 像我们有一个叫累积效应 现在叫一个我们叫党固存的暴露量 累积暴露量 这个暴露量怎么算的呢 就是你的党固存水平乘以你的年龄 你看多少 我们当达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 你就可以得关系病了 比方说你的党固存 我们达到多少呢 160毫米年的时候 你这个总数达到100毫米年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生我们的关系病 心肌梗塞 比方说你的党固存 低密度是20毫米 那么你只要多少年呢 只要8年 8岁就心肌梗塞 我们看到的是5年 5岁 也就是它低密度质蛋白水平 如果在20毫米而每升 你只要几年 只要8年 8岁还是 对28160嘛 就要心梗 如果你是10毫米 那你只要16岁 16年 这也是为什么好多孩子 十几岁就得 对对 极蛋高 当然这些是极蛋高的 你平均如果是3毫米左右的话 你想到350多岁 你就可能发生心肌梗塞 3.0 对 所以东北周样硬化 这个形成 它是个累积效应 大家一定要 它不是一天形成的 它是一个我们经常说的 并来无三岛 并去无抽失 所以它的治疗 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所以我们东北周样硬化的治疗 到底能不能 我们只能不能斗绝 只能推迟 所以曾经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教授 尤金布朗沃的讲了一趟过 能不能把我们的东北周样硬化 推迟到100岁发生呢 可以 就是保持你的LDR到1.6毫米 持续低于1.6毫米 然后乘以100年 就到到160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达到 我们把东北周样硬化 尽量的推迟发生 所以在吃药的时候 当LDR降得很低的时候 你一定要维持它 所以东北周 我们的降子治疗 我经常说的 它不在 就是说 不能这种投机 它不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农种 不是一个农包 不是用抗生兽 几天就解决问题的 它是要持续坚持的 所以坚持得也久 你东北周样化 发生的也少 你的血管也干净 对 所以我们降子治疗 关键贵在坚持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 你不是一次性吃很大的剂量 然后把它降得很低 就能产生效应的 就像我经常举的例子 像玫瑰 送玫瑰的例子 你要打动一个女孩子的心 一次送999朵玫瑰 头号式的送法 即使打动了也靠不住 但是你如果一天送一朵 送999天 那绝对能打动 哎呀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 所以一定要坚持 所以一定要坚持 今天这期节目 手机前头年轻人也得看 这是世间万事万物的 基本真理 我总结一下 彭道全主任给大家说的 对于慢性病 无论是高血压 糖尿病 其实尤其是血脂 我们要摒弃传统思维当中 说这个病治好了 去根了 慢性病没有治好了 去根了 人类科技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 更多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控制慢性病 比如说血脂 我高 我控制它达标 不耽误我寿命 我最后活了100岁 那你就胜利了 这个观念大家要有 同时呢 大家要特别像彭道全主任所说的 胆固醇累计暴露量 刚才彭主任说的 那位专家 布尔沃德教授 是这个星球上最负盛名的 心血管病专家 他就是告诉大家 你要从年轻的时候 控制好血脂 而且是个长期工程 长期主义 我们呢 每天都控制好血脂 我们最后不耽误寿命 但是如果说你控制不好 你忽视了一段时间 有可能他会累积给一个恶性的后果 给你看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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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